不要再用話術來欺騙所有的國人 我們為台灣講話 千萬不要再為台灣來講話 最可恥 今天所有台灣人都要保護台灣 為中國講話 請你講清楚 怎麼保護台灣 你這種投降主義最可恥 我們對於來喚敵人 無論是他怎麼樣子來喚 我們就怎麼樣子遇敵抗敵 都是如此 國安部有完整整密的規劃因應 周邊的國家相關的國家 也都一再的譴責 並且警惕相關 對區和平有妨礙的國家 我們現在是 之所 我們現在還是出一張嘴 在防衛台灣 我在回答服刑怎麼出一張嘴 要再用話術來欺騙所有的國人 我們絕不用話術欺騙國人 怎麼樣的防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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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講的就是軍事 這個 我們全在講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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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委員報告啊 沒有話術 你這要掌敵人志氣 簡直沒有 什麼叫掌敵人志氣 我要保護台灣 告訴台灣人 如何保衛 我要你講的是如何保衛 人家二男老婆婆拿著木槍 都還在訓練 當然可以啊 你講到什麼 你也可以拿手把 我了解啊 院長 我們今天問的是 兩千三百萬人 當然 院長 哪像你這個樣子 你要怎麼樣保衛台灣 我們問各種各種武器 你不為台灣講話 現在為台灣人講話 最可恥 今天所有台灣人 都要保護台灣 為中國講話 你你講清楚 可恥 怎麼保護台灣 你這種投降主義 最可恥 好 我們大家理性討論 你們的基本黨綱在這裡 委員不要以素質來做 你們的基本黨綱 可恥 你們所能實際有什麼不一樣 可恥 你才可恥 今天我告訴你 我們今天為這個土地 台灣不管被誰打 兩千三百萬人都會團結 我們在那裡就保護台灣 怎麼要保護台灣 你這種外國宣傳 講清楚 好來 烏克蘭的 我今天問你要怎麼講清楚 烏克蘭所有的人 回去保護烏克蘭 趕到全世界 你今天完全不講 怎麼保護台灣 你這種投降主義 誰是可以投降 我要你投降嗎 我要你投降嗎 你這種投降主義 這個樣子才是要投降 你這種投降主義 一個就是你保鏡 我告訴你 最可恥 院長 這個國會殿堂 國會殿堂 大家的宰相像你這個樣子 只是問你要如何 我問你一眼像你這樣 你講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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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惱羞成怒 今天本習要國防部長上來 就是叫你那樣講 我知道 你知道你有這種態度 你知道你有這種態度 所以才請部長來 部長 我跟委員報告 委員啊 一直以這個數量 就是取決 它多 我們好像沒有辦法抵擋 戰爭是活的 活對活 所以我們不能講一個數據 擺那邊 兩百萬對二十一萬 不不不不不夠 當然不夠 但我們是一個動態的 為什麼戰爭很難打 戰爭是個藝術 就跟畫家在畫 在畫畫 而這個畫 畫部都在動 怎麼能夠一概有的 我要畫一幅山水 或畫一幅什麼呢 他會因此而變 院長 本習 看了五年國防部的報告 貴部五年來的報告 本習都很認真的看 看了美國DAPA的資料 本習今天的憂心 是台灣 要怎麼樣保衛兩千三百萬人 這塊土地上的每一個人 都熱愛台灣 大家看法 對政治的看法 有所不一沒有關係 但是我們守護台灣 要很務實的去面對 不要有投降主義 附和中國的 台灣會更有力 要講話請你閉嘴 好 我要講話 你也應該閉嘴 三立新聞網 台灣前三大新聞網站 影片累積公開數超過30億 九四要克訴 2020海美四次大選 蟬聯發燒影片第一名 人生驚嘆號 台灣最溫暖正能量的人生故事 都在這裡 訂閱三立新聞網 YouTube頻道 並且按讚開啟小鈴鐺 國內外大小事 下載三立新聞網 APP 即時新聞 不露接